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自然恶口叶就出来了 恶言一出很快就传进人的耳中 身形全部反映出来 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会有是非 人与人之间的心念不轨 同样都是由口叶所传递 所以口叶,我们要时时提高警觉 有一位城主伏加沙出城巡视 有一头牛看到他 突然间好像发狂一样 对准伏加沙王的肚子抵进去 现场往生了 牛主远远看到这头牛已经惹祸了 他不敢靠过去 怕被人知道这头牛是他的 怕有罪 便将这头牛便宜卖人 买的那个牵着牛 在半路上口渴 在西边居水要喝时 这头牛就从这个人背后抵过去 让这个人栽到水中被淹死了 买牛人的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很生气 他也不想养这头牛了 又便宜卖给肉饭 一个人就买了牛头 绑在扁担上挑着走 累了 刚好有一棵树 将扁担上的牛头挂在树枝上 坐在树下休息 树枝撑不住牛头的重量 树枝裂开了 扁担与牛头掉下来 牛角抵近人的头往生了 贫婆梭罗王他听到了 他就来请问佛 佛陀听了之后 微微一笑告诉他 过去生中 有三个生意人 去到外地做生意 三个人合租一间房子 有一天屋主阿婆看到这三个人 就跟他们说 你们房租很久没给我了 这三个人一口同声说 我们钱已经给了 你还要向我讨钱 三个人就一直骂阿婆 阿婆很生气说 我老了 我对付不了你们 诅咒来生绝对要报此冤 这位阿婆每天都在诅咒 来生绝对要报这个冤仇 后来阿婆往生了 这三个人也往生了 不知道又经过了几世 这三个人分别为城主 农夫和一般人 这头牛就是那位阿婆 她的怨与恨与诅咒 在这个时间里一次报尽 口业可怕 因果丝毫都跑不掉 人与人之间 互相积愁互相积怨 这种因缘果报 爱恨情愁 无不都是累事一直报应 实在苦不堪言 很多起心动念 或是杀到淫 妄语 恶口 诅咒等等 无不都是彼此牵扯不清 所以道理了解之后 我们要时时忏悔 时时警惕 故事内容公录自 正言法师陈宇开示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旧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阿弥陀佛 感恩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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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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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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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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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